Hi 大家好,我是Nora 我是JC Architecture博程設計的合夥人 它其實是一個將近快一百年的日據時代的台家宿舍 當初我們發現它是狀況非常非常不好 沒有牆沒有地板 讓我們看見它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生活的實驗空間 讓它既是住家,也是一個聚會的場所 然後也是開始遊戲的空間 然後有定期對外舉辦一些活動 一開始第一是其實是為了孩子 很單純的就是為了孩子 讓他們有一個有趣的空間 然後足夠讓他們探索 讓他們去發掘材料啊 發掘不同的陽光的光線啊 然後甚至是室內室外的一個尺度 另外一方面呢 我覺得最終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從事這個空間設計的工作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房子生活實驗所的一個概念 就是去應該是說去告訴大家說 其實室內設計不是在設計空間 而是在設計人生活的方式 就是人跟空間的一個互動 以及是我們怎麼用這個空間 怎麼去經營生活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 我們並沒有去過分強調設計的比例啊 或是設計的那些裝飾 而是去強調就是本身的內涵 當我們拿到這樣的物件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除了他的環境 你要去了解這個房子的特性 以及他本身用的構造啊 了解他本身的結構形式啊 然後什麼樣的材料啊 比如說瓦片啊 除了這之外 我就跟周老師要去挖掘他的歷史 去了解他的歷史的脈絡 甚至是 是誰第一個住進來的啊 然後歷代有誰住過啊 我覺得這些都會讓這個房子 去保留這個老屋的特性 然後把這些歷史融入未來的設計裡 然後讓這些脈絡留下來 然後未來也許這個房子也會有別的人進來 那他就會形成一個很有趣的傳承這樣子 就變得更多了 他們會不會有特性的 幾個房子也會進來 更多了 他們會不會有特性的 會不會有任何我們 會不會有任何個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